Hello小伙伴们,我是KK 刚刚回来碰见一款唐三的浩天锤 怎么看起来变成青铜形状 今天我们就来拆这款青铜浩天锤盲盒 看着款式这浩天锤经历什么,变成这模样 被埋下地里,不会有千年了吧 它的外观深清绿,手把有一张封条 写上封印两个字 然到要剪开,它就知道里面的秘密 解开封印,拉出后,里面有一张卷轴 好奇的我们来看看,写了什么 浩天锤被封印千年后变成青铜 他和唐三留下美好的回忆 可是浩天锤守护者也被封印一起变成魔怪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不会是唐三和小五也被封印浩天锤里面了吧 找出封盖,打开一看里面有很多神秘东西 我们先看到一张合照的照片 这不就是唐三和小五 他们俩一起合照,也太迷你了吧 接着,我们来取出两件衣服 这衣服是谁的,感觉很熟悉啊 有一件男生和一件女生 小伙伴们,你知道是谁的吗 再来取出一个盲袋 拆开后是人间体的唐三和小五 可是他们变成卡通人物了 不会是被封印就成这样了 刚才的衣服就是他们的 来把唐三和小五衣服穿上 Oh my god呀 他们俩也太萌萌的 咦,浩天锤的守护者在哪里啊 拍一下青铜就出来神秘人物 这不会是浩天锤守护神 他身体变成绿色带着白点 还笑得很开心 好像他释放了自由了 可是他的眼睛红红的 有三只脚还露出血丝 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们还是把封印在青铜浩天锤吧